北 telephone 艺术 各位弟兄� Ward 各位itation者 各位舞蹈的朋友 大家好,很感謝大家今晚在這裏給我機會跟大家說一下我平時很少說的東西 最近因為我有機會做一些網上電視,結果又是天天都在罵人 我以為我已經沒得說了,是吧? 2004年封了麥克風,然後被惡人炒了魷魚 麥克風也被人封了,怎麽有話要說 怎料上帝關了一道門,他又把窗戶開給你 窗戶比現在的門更大 今年我們又感覺到好像有些2003年的感覺,真的很害怕 又是琴流感,又是官戀說話,又是甚麼副局長,又是甚麼政治助理 最近又有很多話說 大家如果有看網上電視,或者有聽我的網台 我有一個網上電台叫My Radio 怎料現在越做越大,平均每個星期都幾萬人下載我的節目 所以我經常都很感恩 其實有些人覺得我很有壓力 有時候有些人覺得動蠻喜喜樂樂,很淒涼,替我辛苦 還有我現在,不要說我自己的房子,走出門口 我現在還帶著六七百人,長毛,牛,大舊 大哥,你頂不住,你借我很容易 很難搞的,所以我們這些是 如果你說沒有信仰,就慣低了九年 我現在告訴大家 有時候自己很淒涼的時候,孤立無援的時候,就只有問他 我今年三月就跟危康,還有濫叔,陳耀南教授 有時候在崇基神學院,有個基督教文化節 真的好,跟他們在一起 老中青,我變成青 一個五十多歲,就是我 年遇之命,過了知命之年 接著濫叔六十多,已經過了以順之年 然後危康過了七十 那次題目說什麼呢 全謙卑之心,與上主同行 危康那天是很過人的 那天我拍了下來,就放了上youtube 給人們看,看看危康說耶穌 我自己很抗拒,因為我覺得 我們信耶穌,我們要謙卑 不要出風頭,一切榮耀,歸於上主 來想一下,上帝刺把口給我們 口舌便吸,起碼我不會像那些官 說到疾口疾舌 我說耶穌應該都聆了很多人 我們這些比較通俗 那些人可能沒有那麼悶 沒有那麼悶就好一點 等於危康,有人問他為什麼信耶穌 那他又關你什麼事 但他從說這些事之中,他啟發你 有一次就是 這個許冠文遇到我 我們一起吃飯,跟危康我 那他說 許冠文說 危康和毓民你們兩個信耶穌嗎 怎麼搞錯 你們這些人都會信耶穌嗎 你真的信有一個人為你而死 然後釘十字架 你也信的 那麼危康就回答他 你還未到我們這個層次 我告訴你什麼用 你也不明白 提康說信耶穌很簡單 只有一個字 就是他信的字 你也不信 那你也不信 他不跟你說什麼 我相信 就是一個信的字 他說你信什麼教都麻煩一點 信耶穌是最舒服的 一個字 就是他信的字 對吧 你信不信 要不信 要不信 不信的話 說到你信 就是這樣 對吧 我記得在2004年 那時候 我可以說 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沒有工作 靠我太太的積蓄 都是我給他的 我的兒子也很大 現在我最大的兒子是26歲 最小的20歲 今年大學二年級 在美國 兩個兒子在美國 大兒子在香港 八個月前 他跟另一位女士合作 令到我抱孫 但是2004年 很淒涼 我五月離開香港 十月回來 十月回來 因為我兒子出事 出什麼事呢 有半支大麻 我又不在香港 然後 報紙寫到有 販毒 有些什麼 鹽 有些什麼 什麼怨 總之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到最後打官司 打掉了 那些叫疑似毒品 其實就是鹽 鹽 鹽 可以當是K仔 原來 你明白嗎 問那些律師 從來沒有告過這個查詐 可能因為那個是你的兒子 那幾個月 那幾個月在外地 也在美國和我的兩個兒子 住了兩個月 經常去思考一個這樣的問題 過去幾十年 自己自問 將這個傳播工作 當是一生的置業 不是職業 那個叫career 沒有換過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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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大眾傳播工作 如果到今年計算為止 是做了三十幾年 三十六年 做了記者 編集 總編集 總主筆 社長 自己辦過報紙 倒閉 雜誌 我做了四本雜誌 雜誌 雜誌 因為我不是很像 人家那些一本大便 懂得出這些書 好像肥佬禮 就發了 做不出 那怎麼辦 不過他好 他又信了耶穌 有些人經常會疼我 其中一個叫鄭經漢 要不相信耶穌 做人憑良心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們不是很好處 作間犯科 做了壞事 到最後求上帝赦免你 那你就搞定了 我有最後審判的 哥哥 你不懂事就不要亂說 他不相信 就是說很多人到最後 我相信人數 舉手就行了 做了一信 立即死定 就立即得冥審 什麼都不用做 哪一行 都沒有這一行那麼複雜 哪一行都沒有這一行 要面對這麼多人 面對這麼多問題 我們做印刷媒介 做個報紙雜誌 電子媒介 電台電視 互聯網 做運 沒有什麼 哪一行都沒有做過 全部都是有批判性的 做那些都 在2004年 你又要有這樣的遭遇 但你害到家人 害到家人就是 因為我太太 我太太 我大兒子 都因為這樣 有情緒病 我兒子就存不穩 我老婆益不正 為何會有這些病 當然 實際上有很多解釋 但其實也是因為壓力 為了他們的病 去找很多醫生 幸好我們負擔得起 我最近才跟醫管局的人說 香港如果你有情緒病 你去排門診專課半年 等得來已經槍口當門口 跳進去 其實很淒涼的 有些人當自己沒有病 不肯承認自己有病 不肯面對 所以我用四年的時間 去哄到我這個大兒子 肯定期吃藥 現在視吃藥為樂 頭兩年 天天要提他吃藥 因為這些病 沒有第二個辦法 就是吃藥 還可能是吃一輩子的藥 最少吃十年 二十年 你不吃藥 你一斷藥就像洪潮峰那樣 現在洪潮峰吃藥 除了吃藥 還要心理治療 你家裡如果有這些病人 你也挺過癮的 你知道嗎 有驚恐症 會弄到你自己 但我EQ特別高 我便沒事的 這就是 我的經驗 我這個經驗 不是好的經驗 但我 是覺得我對他不來 所以很內疚 我經常跟我的兒子說 你不是我的兒子 那你做什麼都行 你是我的兒子 這件事不能做 那件事不能做 那件事不能做 是吧 很容易的 那時候我的年輕人 我都跟他說過小一點的時候 你進超級市場 不要搜多 你拉他走 明天就黃毓民之子高賣 我應該將一個 我應該會給你